我们家小孩该上小学了嘛 然后通过朋友认识 他说这个叫曹伯瑶的 收利用名额 我相信他把钱的 微信上转给他 两万八 金兵小学的转给他两万块钱 和大副校转了两万一 自立中学的转了一万 当时他给我们保证 如果一二是孩子弄不进去啥的 然后就是把钱都全部给我们退过来 我们去拿着这通知书 点信去报名了 但是学校不认可 说是这样一些通知书 啥的全部都是假的 我们这才知道 这是已经被骗了 然后我们一打听 才知道好几十个人都被骗了 小丽想说大家 九年义务教育 他是不允许择校了 首先你们去找他 找关系这个事 他就是不对的 这个事情究竟怎么回事呢 首先我们也联系一下 答应给他们办事的曹先生 他因为闹羹硬香到 他那就是一扯功能了 什么话都说不清楚 他妈给他送来的 那么我们也去问一下 他妈妈看他对这个事知不知情 您是曹伯瑶的父亲吗 对 您知不知道 就是他们所说的孩子上学的事 我不知道 开始我不知道 后来他们找我才知道 当时你儿子就说 你是则杜教育的局长 办不成这个全我退馆 当我们一直在 曹女华先生跟我们出了一个 开封市公安局顺和分局的一个 监视居住决定书 曹国瑶以诈骗来立案了 因为患有严重疾病 生活不能自理 现在目前监视居住 他都是由您的命连的 骗来 卫星站长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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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都是什么麻弄啊 这一个 给公安局都总结实了 通知书的事您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说不知道 他们说他们拿了一个通知书 结果发现这个通知书是假的 我不知道 我就不想办这事 办成了 行为说 办不成诈骗 如果说这个通知书确认是假的 他以非法战友为目的 这就是涉嫌诈骗 依法处理 搭来一件多 就是都不砸烂 在体验我是烂没有 他要砍你 我也不能无关 左右腹下 说话你点到了吗 你听话 我打自己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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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 冷静 我打自己点了 冷静 只能够一 您那面 要不然阿姨不会找到你 你还找我 如果我说想办法 主事当前 你打电话 你说腿欠 依法处理 要法律 那么现在呢 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 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 我们也相信 对于犯罪分子 公安机关是一定会 一网打尽 依法处理的 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家长 孩子上学是大事 不要报任何侥幸心理 合法合规 让孩子堂堂正正的上学 好的有困难找小丽 小丽帮忙一帮到的记者 吴鹏林小丽 开封为您帮忙